作这个字说狠的比这个说的很厉害 我小时候我就我在想 现在好多年不说这话了 大人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你作死 上海也有这句话作息 作息就是作死 上海说的太温柔了 就是北方人说你小子要作死 就是这就是你要折腾到头 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有个邪后语就叫 耗子舔猫的鼻梁鼓 作死 那就像黄手狼给鸡拜年 不是鸡给黄手狼拜年 有点像 他这个就是他这个语言中呢 他很明确的把这个作 因为作这个行为是确实很复杂 我想来想去呢 也比较适合 长篇电视剧的这个 这个这个内容 对因为他比较复杂嘛 他是一步一步的演绎成最后 就是所谓的亮片到纸片 就是你可能一开始 小吵怡情 对吧 完了以后 因为这个都不用说 结果婚的都知道 你结婚了吧 结婚了就知道 小吵怡情 然后呢 大吵不太好 没明白 对 那一点都不怡情 所以他在这个小吵中呢 他获得了一个利益 就是因为咱们节目说话 有时候老受限制 我就不能说太深 就是什么叫小吵怡情呢 就往往夫妻俩 吵完了以后 会有一次更好的 这个惊心动魄的行为 来发泄这段 是是是 对吧 嗯 每个人都 英语里 对 英语里专门有一个词 他我跟你说 就是个能量 就是能量 就是有的时候啊 两口子这个炒啊 我觉得就像那个水坝 积聚了较高的势能 所以他最后他这个 要释放 要释放 但有一个就是叫戒 很多女的呀 跟这个丈夫能过得很好 有很多人看着不不般配 我记得原来是谁呀 我忘了哪个哪个主持人就说过 他跟他太太 别人都觉得特别不般配 然后老觉得他们要离 就为什么没离 他就说了一句话 就说我跟我太太 不管什么事情 做到极限的时候 我太太清楚地知道 那条界限在哪 就是他做到头 他就到这一步 他绝对不迈过去 迈过去 这家庭就崩了 这就是一个生活中的艺术 但是我就说 咱说比较实在的 你说伊莉 你觉得作为一个女人 假如说有一个黄金年代 黄金时代的话 你觉得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四十多岁 为什么 这个时候是你的阅历 正好就开始积累了 而且你已经 其实人生已经经历过一些东西 也会得到一些感悟 你正好已经大概 大概就是说感悟完了的时候 然后孩子也是到了一个很挑战你的那个年龄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去 其实是思想是最丰富的 但是你不觉得吗 他们说这个亚洲的这个流行文化里有一种对年轻漂亮的崇拜 哪个什么欧洲就不出来吗 你还真甭说 就是咱就比如说这个你像好莱坞的电影里啊 我那天看一个好莱坞明星 咱们的明星拍广告啊 是50岁的人恨不能扮成20岁的人 是这个打板这个化妆 我发现有些好莱坞明星他胖就胖了 他四五十岁就是一个四五十岁的样子 拍个广告就是穿个西装 非常简单就拍一个广告 那我就觉得在他们的那种文化里 大家就能够欣赏这种四五十岁的人 就是这个美啊 白头发就白头发嘛 一样有这种风霜之美啊 你觉得 我觉得我们的审美慢慢的也会也会那样的 其实我们现在当演员已经比以前 那个时候当演员幸福很多了 你你记不记得这以前的女演员很多 为什么到了四十多岁才结婚生 有的已经已经不能生孩子了 或者是就是说隐瞒自己的婚姻啊 隐瞒自己的孩子 当然我们现在的小孩 现在的演员很年轻就公开自己结婚了生孩子 其实观众已经越来越宽容了 我觉得这是一直在进步在成长 所以我相信有一天 我们中国的观众也是会像欧洲他们一样 因为欧洲是其实女性那个四五十岁的作品 往往是最好的 也会开始接受这样的东西 你觉得我过去可能是有一个误解 你觉得有没有一部分女人心中啊 就人他讲就叫少女心呢 就说对也许我到了五六十岁 我可以演出一个演技精湛的一个中年妇女 但是呢好像有些女性是不是心里还永远希望大家把我当成年轻漂亮的小公主 就是因为我花容月貌 这种吸引力希望能够永保 你你你觉得女人心中有这个吗 肯定有这样的女人 一定有 你不是 我不是 这太累了 就是其实装嫩是最累的最累的一件事 二十多岁 装嫩首先不能胖 胖子装不了嫩 嗯 真的 对 但你就是不胖 你再装呢 你的眼神也会出卖你的 他跟现在的这种互联网或者媒体 他的宣传的趋向有关系 比如我这个年龄段的女神叫赵雅芝 他就说哇这这看上去像二十多岁 那个赵雅芝是你的女神啊 比你得大一辈人 我都比我都大 对啊就是六十多岁的时候大家说你看怎么像二十多岁 构想一张曼玉什么的你都赵雅芝了 那个新白娘子传奇时代是高中 他已经四十来岁了 那时候对 但是演的是十几岁的少女 包括像朱姨 大家宣传的时候 有如何助言有数青春不老这是好的 你助言有什么数啊 有杰原满梅 哈哈哈 我没有数 其实我而且我也不爱运动 但是我唯一的就是说我喜欢走路我不懒 我喜欢能干的事一定自己干 我不会像很多演员 天成天365天身边都带着助理 我不是 我不工作的时候我绝对没有助理 然后什么事都自己 然后去接孩子都是走路 就是其实我每天我都是那个淹没在人群中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就在马路上穿过那个在买 那儿买了个葱油饼去接我女儿了 这儿买了一两生煎 一边走着一边吃了 那怎么认不出来吗 嗯 认不出来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啊 其实 就是马依丽老师不是以性感来行走的 哦 就是老得最快的往往是以性感路线著称的人 因为他的第二 要深 对 他的第二性质会很快的会显现出来变化 哦 就是以内寒风来行走的人的实际上 谢谢谢谢 是是是抵抗的时候时间的 我这个说的很深啊 就马老师从来不是靠身体的 哈哈 所以到今天也不怕岁数 哈哈哈哈 来祝马老师青春永祝 谢谢谢谢 青春永祝 祝各位都早日咱们都能够那个享受到科学的福利 对 永生不老 尤其我 尤其我 兽与天奇 真的 有希望 不是 我就是等着这个科技的新突破 真的 但是我觉得马爷的心态特别好 你不觉得吗 他没有像有的人直接就装 啊我不怕老 没事 他直接就说了 而且他还特别期盼现在的这个科技能够带给他 就是 我就看真实 福利 对 带给他福利 真的 但是马爷你知道有句古话 老而不死是为贼 哈哈 哈哈 对不起 不不服务 不服务 老不老 只要能长寿人了 有福利 老贼 哈哈哈 这个福利可能很快会到来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光咱们变老头没什么用 重要的还得有像 人家伊丽这样的知心的 这个这个知 红颜 红颜知己 陪着咱们 咱们长寿才有意义 我将来有机会再讲这个话题 你知道现在不是有个技术叫冷冻吗 嗯 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说说我特别怕死 说我要不行了 反正你说脏话了 对 现在不录了 现在不录了 我全给他剪了 就说说说没没说劲 就是说他说 就是说那光很贵 说不怕贵 我有钱 说说我要觉得不行了 我就冻上了 然后我出一份钱把你也冻上 我说我 我说停把我给冻上 他说到时候被化解了以后 咱得有人说话呀 我说你不懂 嗯 冻上了以后 一千年以后 保证能让你活起来 咱们现在都有可能让那个马王堆女士 就是活过来啊 问题是你的思想和记忆在不在 你得告诉我 如果你的思想和记忆不在了 你活起来 你是另外一个人 没有任何意义 哎 伊利 伊利你渴望在你现在的黄金时代 有个技术把你动 我不要 为什么不要 那干嘛现在动 他是要不行了才动 对 我还没当那个医生 人家医生告诉你 你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你现在是不是选择动 那你就动了 动了以后 问题是你画动以后呢 你思想没了 那你画动以后就变成另外一个人 那没有意义 非得老成马王堆女士心追那个模样 将来出土了也恶劫人 因为那代人我也是 我是55年的嘛 我跟你爹妈差不多一个岁数 就这一代人啊 像我这样 我是走出来江湖上混 什么事都见过 他们安分守己过日子的人 对给外人 就是目前这个社会的这个报酬 大部分人都不能接受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他恨不得给一个月的工资 是他年轻的时候 那一年的工资 他就心里就不舒服 他不是你的存折上有没有钱 他跟这个事还没关系 他就是他内心的一个平衡 所以啊 这还真的是 就是说现在咱们都处在这种 上有老啊 下有小啊 这事让人成熟 不得不成熟 是吧 而且这就马上你就得感觉啊 你这个脑子里边啊 考虑的问题就多了 所以我一想起就是 当年最早看见这个伊丽演戏的时候 哎 我觉得就是女人的前半生啊 就是我的你演这个我的前半生 我让他们找了一组这个照片 你可以看看 这是最早 你看 这是婚姻保卫战 嗯 你再看 乔家大院 对对对 我迷上你是从这儿迷上你的 哎呦真的 对乔家大院 这个 这是 北上广不相信眼泪 对这是第二个孩子生完了 哎 你再看这个是 现在 哎我们的小编说啊 脸儿一点没变呢 但是通过今天这么一聊啊 我觉得心里变了很多 对 哎你觉得作为女演员来说 有没有这种害怕年龄 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是女人都会有一点 都会有一点害怕年龄的 嗯 但是就是 你要知道年龄这个东西 是你最无法对抗的 它就是该来就来的 所以 往往你用一个接受的心态 去对待它 你有可能还是会 让人家觉得你很年轻 你越跟他对抗 对不起你真的对抗不了 你使多大劲对抗 就把你弹回来有多远 那怕不怕影响这个演戏的这种 什么星图啊什么的 不会啊 我们我们就是到了哪个年龄 有适合哪个年龄阶段的 那个作品 比如说我以我现在的这个角色 我想我30岁 我在演夏琳的时候 我肯定演不了 而且我也不懂 我也不理解 我也不理解 现在一个全职太太的那个苦恼 和她如何被打落到低谷 再重新站起来 我觉得 其实这反而是我的一份经历 我觉得是一份福气 但是你现在这戏里演的这种太太 跟你也完全不是一路啊 对 她是那种基本上是赖在老公身上 天天看着老公 对 但我身边看的多呀 我问你 你觉得女人可不可以这样活着 我觉得也是看你怎么经营这个婚姻的吧 两个人夫妻关系是 两个人是流动起来的 有的时候 我见到过有的太太她不工作 但是她本身有非常高的文化素养 她在跟先生谈论某些艺术的东西 或者某些先生也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两人聊的特别来 你说这个先生会抛弃她吗 就她跟你能流动 你们之间的能量是流动起来的 是有交流的 每天在一块是有话说的 就会觉得过得开心 然后如果两个人之间不流动 没有共同语言 通常这样的婚姻比较难以持续下去 哎呀我这次跟这个伊丽这么一聊啊 过去叫识别三日当寡目相看 我们十年没见 哎呦我觉得你能当我导师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女的好像是 因为她遭遇的事情多了之后 如果内心还能强大 哎我觉得会锤炼出一种非常明晦的一种 而明达的这么一种情况 哎像咱们这男的呢 其实反倒很多时候是hold不住性情 哎我觉得她身上又有上海女人的那种精明啊 但是又有北方女人的这种大气 是吧 你有什么缺点吗 有啊 说说说说不能光夸你 就是说就是说 有的时候就是不太服软 嗯 这个是我现在在在在在在努力的 你最近一次跟谁不服软的能说吗 哎就是这种就是不服软好像就是表表达在处处 嗯 这个这个改变比较难 性格问题 是比较难 但是我现在在学习 就我看周围的朋友女朋友 有的时候说话稍微就是就是 其实很简单就是发个点就学会有时候学会发个点啊 就学会有时候学会发个点啊 很多事情就很好办了 嗯 就迎刃而解了 你会吗 我稍微学一点 哎他们就讲说上海女人的特征 说是就俩字一个点一个作 这是你听说过说吧 听话都有这样的 只是上海人那个点的那个说话的腔调 你们觉得很特别 所以大家老喜欢说上海人 怎么特别上上海女孩点起来什么样 就是比如说Vioia 就是不要呀 就是这个意思 不要呀 他说其实这个东西他要的 他也说Vioia 就是这样 就是 不要呀 不要呀 对 对对对 我曾经跟一个上海女孩那个盘盘道 我发现我的感受就是九曲十八弯 他就是给你绕啊绕啊绕啊 不是那这就撞上北方男人很合适嘛 那不是刚才说什么不要啊 不要啊 不要 比方男人怎么说呀 乱拿你就拿着 对 这不就正好吗 对呀这个女孩也觉得很很过瘾啊 那我也挺好奇 就说你是学表演的啊 你你比如说我今天啊我经常会想起 我20多岁的时候做主持人 对很多情况的处理啊 你现在今天想起来 你觉得就是到了这个年龄或者这种阅历啊 你在这个演技方面有什么新的这种体悟吗 因为很多时候你只有到了镜头前面才会知道我会怎么演 你看到了那个对手才知道我会怎么演 这是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东西你知道吗 就是很魔幻的 然后他是出会出乎你的意料的 如果你自己会觉得是出乎你的意料 观众看也会是出乎意料的东西 就是说你开头你想的那个不见得是你真正呈现出来的 对我不去我现在不喜欢去过早的去设想 给他规定死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抛开 就像比如说一杯茶 你你你今天喝这杯茶 你是要喝可乐 如果你前面喝的是茶 你要把那个茶倒干净 你拿一个空杯子去装可乐 你喝下去的可乐才是原汁原味的 你懂吗 就是说我当我跟对手演戏的时候 我一定要抛开所有的东西 我不要带着自己的假设和自己的预先设想好的东西 因为你并不知道对手会怎么样 你直接接受对手给你的东西 有时这样现场出现的碰撞才是最美妙的 就是那一瞬间的相遇 是吧 我有一个感觉啊 就是你的戏方比以前尺度大了 哪方面尺度大 没少看 有时候会看这个片花 对 这可能是主办方或者制作方宣传的 我至少是发现他参加我这节目 穿衣服尺度大了 过去都不露肩的 不是你要说这个 为什么我就说啊 有一个现在这个怕老的这种心理很有意思 你说啊 先不说女演员 我有时候去观察挺有意思 包括今天的很多男演员 按说呢都是咱们尊敬的表演艺术家 这个无论是文化层次都很高 但是我怎么发现他们穿衣服啊 也是穿的跟吴亦凡似的 真的就好多60多岁的就是老演员 演技是没得说 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是也有意识的 希望自己的观众啊 就不要觉得自己老老去了 有时候你平常看机场穿衣服 平常生活里穿 哎呦那他真的是穿的跟陆寒他们似的 就是但是实际上你也知道他60多了 你知道吗 那你觉得好看吗 好看呢 因为他身材还是维持的特别好 但是我从这个里边看 你说作为演员 他有没有这种紧张感在里头 有啊有啊 我举个例子 我们拍前半生的时候 陈道明老师不是 其实是来客串的吗 陈道明老师那是我们的前辈啊 以前都是我们在旁边看他演戏 然后这次他来他很有意思 呃因为他的戏份台词很少 他总是在旁边一会上个茶 因为他演一个料理店的老板嘛 很多戏呢他是没有戏的 就都是我们在演 但是他不会找个别的地方去坐着休息 比如说打电话什么 没有他永远站在旁边看 不说话就在旁边看 有一天我们大家一块吃饭我就问他 我说陈老师 我说你我说你你你你墙上在旁边看我们 他说对 他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他们那时候红的这帮演员表演是带有 那个年代的痕迹的 你带着那个年代的痕迹到现在这个年代来演 他说是有可能要脱节的 所以我今天站在一个虽然是一个前辈的角度 但是我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 我来看你们正当年的人是怎么演戏的 我来学 他说我想要融入 但是我不能让自己的姿势非常难看 你懂吗 就是不能是够的 我得首先是具备了这样的 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他说所以我来试试水看看 我说你觉得说的特别好 我说陈老师 你说我们是正当年 其实只是对这部戏来说 那你要说正当年现在85后95后的年轻的女孩子男孩子 那红的这粉丝比我们大 就是多的多了去了的红成那样 其实他们也算是正当年对不对 所以我说陈老师我现在也在像你一样的学习 我以前会排斥 我觉得他们哪懂演戏 我现在也会去看一看 我要知道他们红是这个道理 现在小朋友喜欢看是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去了解这些东西 所以虽然你对这个年龄是有一定的畏惧的 但是你不要抗拒 你如果掌握了更多的更多的去迎接你的年龄到来的这些个法宝 我觉得你到时候就就就比较匆匆融融的了 所以说要说人家厉害真是都是有原因的 这家真是有这个见识 不能想象陈当年老师 而且他身材保持的特别好 没错 穿的特别时髦 穿的就是跟吴亦凡似的 我看 比吴亦凡还要酷 还酷 就因为他身上有那个劲你知道吗 对对对 所以他你想你想他在旁边就就站着插着 这样看就看你们一些不提意见 不说话就看你们怎么演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这样的学习的状态 其实特别值得大家去 他未来能生存 我是什么意思 最近那个未来简史的那个作者 那个那个什么何拉利 不是到中国来来来讲了这么一圈呢 他讲的这个 我结合最近我收到的很多信息 我就发现你得知道时代再变化 而且必将变化 你比如他过去说工业革命 就产生了一个无产阶级 他说未来的科技革命 很有可能会诞生一个无用阶级 不是说水不良山的无用军师成军了 就是说没有用 你现在呢 就是说这个知识更新的速度啊 你连学生今天大学里学的 可能十年之后就都用不上了 什么十年 大一学的大四就废了 所以呢更何况就是说上点岁数的人 可是另一方面呢 你看人类的寿命又在延长 就是现在他们说这个整个这个生理的规律 现在是早熟晚衰 你看现在很多四五十 过去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那看着跟老头似的了 现在你像陈道明老师这样的 你看着也就是三四十岁 那么年轻 不是说说了半天呢 就是说其实真是像马爷说的 就是说这个心胸啊 都是被这个委屈给称霸 所以真的人家又说 比如说老板呢 说不是他赚了多少 而是他吞下去了多少 就是他能吞下去吗 能容啊 但是这个跟 就是对女人的改变呢 你觉得跟这个结婚生子 生孩子有没有关系 因为我有一个体会挺有意思啊 当然我这也是偏见 我就是观察身边的 我就发现呢 你像我们身边 比如说像吴小丽啊 像这个许国辉啊 就都生了孩子 生孩子之前呢 你觉得他跟男的没什么两眼味 在视野上面 都是一心一意 都是视野心特强的 他生了之后呢 不是说视野心 不强了 一样还强 但是我怎么老觉得 他有了一种坦元 或者说 你比如像那个 吴小丽就跟我说过 他说他说我自打 生了孩子之后啊 这个主持节目 很多晚会一开头啊 不是一群小孩子 手牵手出来吗 他说我只要一看见 一群小孩子 我就流眼泪 对对对对 就是我这个心呢 就变得柔软了 柔软了啊 而且呢 你看哥辉也是这样 就是说 他这个原来是也是 事业心强吧 但是生了孩子之后 我现在反倒感觉啊 就是他心里有根 而且他甚至能享受 工作 你看要这么说 这生孩子治百病啊 我觉得我觉得女性 女性是需要依靠结婚生子 来让她变得更丰富的 因为其实我 我很感谢我的孩子 尤其是我的大女儿 我觉得她让我经历第二次 人生的第二次成长 有很多东西 在我没有生孩子的时候 我比较简单粗暴的认定 这就是对这就是错 然后有了孩子以后 我才学会开始换位思考 学习就是宽容一些 然后也知道我的那些 我的就是对某些事情的 苛刻的要求 其实会给别人造成压力 也会给自己造成伤害 我觉得孩子真的是天使 虽然有时候是魔鬼 但孩子其实真的是天使 是天上的天使 看见你有问题 他下来帮助你 哎呦 说得真好 每次你这么想 如果孩子哪把你惹急了 你就不容易生气了 你知道吗 那你觉得你以前的苛刻 一般是在什么地方苛刻 我比如说以前我在剧组里就是 很容易看见人家哪做的不好 我就生气了 我就容不得眼睛力容不得沙子呀 这个 眼里不是要沙子 我现在就是 我会我会怎么说 我就我就会给对方 我觉得要一定要给人犯错的机会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生下来都会犯错 如果人家都像你做的这么好 对不起 人家就不在这做厂工了 就不在这做灯光助理 不是在这做道具助理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一定是因为你肯定比他们有长处 但你因为比他们有长处 你就不见得你是比他们高贵的 你就可以去指责他们 更何况 我拍戏 我是把演戏当事业 我在片场 我是把这个当事业来追求 可是有很多人不是把拍戏当追求 他是完成他养家糊口的一个工作 如果是带着这样的 你想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工作的 他是不能体会我对这些东西要求 那么苛刻的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换位思考 你要懂得他们很多人是来养家糊口的 你要给人家一次犯错的机会 上周刚有一个演员说 把群众演员给打了 真的 然后有一万多群演 找这演员就在横掉 那是不是那演员要求太高了 或者 对 或者群众演员内心的委屈很多 因为乌鸦鸦的上万群众演员 我都不知道跟我聊聊 他就是一个 那演员的名我都念不下来 也不是 那肯定不是太大的演员 要太大演员我就知道了 说是一线群演 外话叫一线群演 把另外的一个群众演员给打了 打的可能挺重 然后别人就不干了 因为他这个群体都是在 抱团 在一个屏 有吴姓群 对 然后就去闹 就是后来还把那个酒店砸了什么 那肯定那人就害怕了 最后到警察出警 很大 事实上他们 其实他们就是没有学会换位思考 你要知道 他为什么是群众演员 你为什么能在这当专业演员 你们肯定这个水平就不一样 差距 一天一百多块钱 对 你不能拿你的要求去要求他呀 对不对 没错 我就有一次就这个教训 特别深刻 什么教训 就拍节目嘛 拍节目呢 那个节目已经是从六点钟 晚上六点开拍 拍到夜里十二点 就差几分钟十二点了 眼看就要完了 那个五百观众 那观众全是花钱过来的嘛 就没有人不给钱嘛 然后呢 坐着呢 他们就开始骚动 骚动呢 就拍不下去了嘛 拍不下去 那还差一点没完嘛 然后我就多了一句嘴 我就站起来了 我说这个 我说是这样啊 就因为他再一骚动 就就就更麻烦 因为那时候好在是骚动 我就站起来跟他们说 因为他们还比较听我说 我就说 我说你看啊 我都这么大岁数 我也难受 我也咬着牙坐在这儿 我说咱再坚持 一会儿咱就完了 那台上马上就一个人 就说了 那你挣多少钱啊 我当时 我当时一点都不瞎说 我心里那气球 插就扁了 就勤证的呼声 我摊着坐下来了 我说我 我心里就说我自己 我真不该说这句话 我确实 如果我 后来我就说 我原来也有那种 不拿钱的节目 可这节目确实拿钱了 然后呢 我就不敢说了 如果我要真的没拿钱 因为有好多节目 是不拿钱的嘛 我就马上说 我也没拿钱 我没拿钱 我比你还少呢 可是你抱的心态是不一样 你原来不拿钱去做的节目 你不是为了挣钱去的 你本来就是因为 喜欢那些节目 我现在也有不拿钱的节目 对 对 马爷义务劳动多了 多了 像什么保护犀牛什么的 对对 那都是不拿钱的 还贴钱呢 但是我 他们那个 我不觉得人家说的不对 对啊 人家警示我是对的 那确实是 你给他们那么点钱 他在这坐六个钟头 而且他坐的高处 那个都是一台阶 他坐的很累的 我们坐那个椅子 要比他们舒服的多 也很累